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蚯蚓》 电影讲述了相依为命的妇女俩人 因为校园暴力,痛苦致死的故事 影片刚开头是一个红衣短裙少女在雨夜里行走 明明是一个大活人,却给人一种行尸走肉的感觉 这个妖艳的女人默默地抽起了一支烟 还有一个脑瘫的中年男人在雨夜行走 也就是一支烟的功夫 有人跳楼了,调到了一对情侣的车顶 他们肯定心想,好不容易出来干些坏事,还这么倒霉 最后脑瘫男人向海里洒出了妖艳少女的骨灰 时间回到过去,脑瘫男收到了自己女儿的通知书 他的女儿也就是开头自杀的妖艳的红衣少女 两个人相依为命十几年到了现在 收到通知书,两个人都开心极了 脑瘫男为了让女儿更好的上学 于是搬到了首尔极小的一个房间里 她的女儿小美也开始了自己在音乐学院的校园生活 因为小时候在唱诗班待过 小美一鸣惊人拿到了第一的成绩 同时小美在学校交了一个很好的朋友,胖妹 看起来她的校园生活一切都很顺利 有一次她和她的同学们去进行校园的郊外旅游 班级里的小太妹男友大傻,对小美心意已久 于是这个渣男抓住机会向小美告白 还跟她在野外翻云覆雨 不巧这一幕让小太妹的闺蜜发现并拍了下来 小太妹知道后很是生气 告诉了小美她家很穷 渣男和小太妹和她的闺蜜找到了小美家 当我们以为会是王子与灰姑娘的烂梗时 渣男不仅打了小美,还在小美身上烫出了烟巴 红杏出墙,打女人,墙上别人 这个男的也是扎出了天际 于是当天晚上小美和小太妹来了一场扯头发扒衣服之战 小太妹如此的表,来自于她的妈妈 她的妈妈极端社会,看不起穷人还想滥用职权 她们一家人的嘴脸看着真让人恶心 也因为这样小美去便利店开始打工去赚点零花钱 也正因为学校的那些事,小美都不想上学了 本来想独自参加小美生日会的小胖妹开开心心的 可是却被学校那帮渣渣们发现了 她们一群人来到小美家 那帮渣男不仅来到小美家嬉闹 而且还扒光了小美的衣服 最后更是强奸了她 这帮子畜生真是丧尽天良 那几个小太妹还在外面开心的谈天说地 让人愤怒 不仅让渣男强奸了她 还用视频威胁她撤回请练书 和去原交 这已经足够让我们憎恨那几个坏女人的仇恶嘴脸 一次偶然的机会 脑瘫父亲发现小美的日记 这才知道自己的宝贝女儿天天在这种环境里痛苦的活着 脑瘫父亲痛苦极了 也是让人生气 都这么久了 久到小美都坚持不下去自杀了 于是决定去讨伐那群妖魔 可是不管怎么做都改变不了既定的事实 所以脑瘫父亲决定与他们同归一尽 当那群丑恶的女人被泼上流酸的那一刻 当那几个渣男被弄死的那一刹那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终于出了这口恶气 有时候法律制止不了所谓真正的恶人 对于那些丧尽天良的人 只有以暴制暴才能算得上是恶与恶报 对于最后的幼症 一招毙命不足以惩罚她的恶 对于这种人让她一点一点的痛苦致死 才足以让小美走得安心 脑瘫的父亲也痛苦至极 无法活在这个世界上 于是选择自杀 与自己可爱的女儿团聚去了 整部影片在黑暗和压抑的感觉之中 就这么完结了 中间好多处都让人气得抓狂 让人不得不感慨现在年轻人的世界 另一方面让我们不得不正视校园暴力这个话题 不要总以为是小孩子的小打小闹 这是会死人的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